中央气象鼠预报山坨台风下周起有可能侵袭台湾 华林市长魏佳燕要求展开防台准备 首先前往各抽水站视察机组运转情形 也指示了工程队要掌握台风的形态 一旦出现了好大雨要立即进驻抽水站 确保排红顺畅 中央气象鼠预报山坨台风下个星期开始 有可能会侵袭台湾 华林市长魏佳燕要求各单位展开防台准备 首先前往各个抽水站来视察机组运转情形 他也指示工程队掌握台风动态 一旦出现好大雨要立即进驻抽水站 确保排红顺畅 今天佳燕也到抽水站来做一些检查 看抽水站的一些状况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三 都会有运转我们所有抽水站的一个运转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希望说在很多的抽水站的部分 还是要保持运转的一个状况 那每一个时期都要抽查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可能在新的台风可能会进来台湾之前 请大家一定要严防我们的一个台风的一个状况 那防台准备一定要做好 那如果台风警报发布的话 那我们的同仁也会24小时来做一个待命的一个状况 那在此也要跟我们市民朋友说 一定要做好防台的一个警报 市长威嘉燕也呼吁民众 要保持居家周边排水顺畅 在台风期间也不要前往海边关浪 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借理会欢迎市报导 市长威嘉燕也呼吁民众